您过去老跟我们讲有一种叫激情杀人 就是人会这样的 一下子那小孩是不是就更容易 它这个是确实是 它主要发生在时间 你看所有的很多的冲突都是在青春期 青春期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性发育期 他一般女孩12岁 男孩14岁 他一发育 他体内的内分泌就一下就乱了 因为以前是没有性腺分泌的 然后他这个分泌以后 人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情绪不稳定 他高兴而很高兴 但是他总体来讲是非常就是快速的变化 比如说说不高兴就马上不高兴 说高兴了就马上高兴 他不像我们成年了以后比较慢这个过程 大人经常有这个 我跟你说我最近发现 当然我是粗浅的 我看他们讲那个人生真是一个圈 我觉得呢 好像这个更年期跟青春期 很多症状有点像 都是尤其这个他们有时候说女的 有时候这个脸突然潮就潮红 然后突然就激动了 而且突然双眼含泪 就是 它是一个生理引发的 内分泌问题 然后呢我们这个最要命的在哪呢 就是赶上这个青春期正式高考的 之前的一生当中 决定你这个命运的压力最大的时期 所以这个阶段呢 就是说刚才我讲的 中国的家庭是这样的 就早年的时候你很幸福 因为这么多老人宠着你 大人宠着你 然后你特别幸福 一直可以到小学12岁 但是一到中学就睡到中考 幸福没了 从中考到高考 那就是人生的这个六年 那就是说你这六年要扛你这一辈子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吧 如果他学习很顺利没有问题 当学习不顺利的时候 他没有第二条路 没有第二条路 父母有逼 就是说你必须努力 你现在怎么分数下来了 那么这时候就会发生冲突 当然这个案件呢 我看还不光是学习的问题 他跟同学发生矛盾 然后母亲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我估计没有向着他说话 这也是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里 可能他这事顺利 那难道他跟外边跟同学打了架 家长还应该向着自个儿孩子说吗 其实这事怎么说呢 比如我记得我那刚学开车 每次上路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开的时候就火气大嘛 然后就觉得前面加三 前面不快开 然后我就在那儿叨叨 我女儿呢当时就这样 说我给你拿一话筒 你直接换个人 你现在让我听很烦 马上警车了 然后呢 每次当我特别气愤的时候 他都要说我 他说你看 你怎么又开始叨叨 你怎么那么 就是沉不住气 我那时候就说 我说你怎么老不向着我说话 你老向着别人说话 就是他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他那个角度 就觉得你这点事不值得 但是你呢 正在看着你火气很大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角色的问题 就是每个人所在的位置不同 他现在这个对于家长来说 他确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看他这些新闻啊 他就害怕啊 就我到底训我这孩子 因为他有一些不可预测的 我该怎么着 那你不能不批评他 或者说不管他 老师 现在他会不会哆嗦 就是这家伙是下 他跳下去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嘛 我们所有的社会教育变成一种放纵教育 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躲了 其实刚才梅敬老师一开始说的特别准确 就是我们从小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 就养成一个 就简单的说后脸皮 说两句说两句 挫折教育 挫折教育嘛 这个我给您打个场 我们生活中有一点 我们不做这种体力的挫折教育 你比如你看那日本孩子 那么小孩这个穿个短裤跑雪地里去 咱家长没一个干的 家长就到学校闹去了 说我们这孩子敢骂了 你怎么弄啊 我也一般